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说法第一 佛罗那尊者 跟大家讲讲佛陀的十大弟子 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法第一的佛罗那 佛罗那用印度文就表示 满足你的愿力 满愿 满足你的祝福 那么佛罗那佛陀这个大弟子 他出生在加皮罗魏城的一个婆罗门长老家族 他与佛陀同日而生 佛陀在路野园开始传唤自己的佛性的时候 他从佛陀出家 他在佛弟子当中 说法第一 他跟所有的佛弟子都去说法 他把佛的那些法 他再去告诉别人 所以因为他擅长说法 变成了说法第一 当年的印度的记载 说佛罗那在说法的时候 先以辩才唱法妙言 辩才是什么 不是争辩 就是讲出来的理论 唱就是唱歌的唱 法就是讲出来的话 像唱歌一样 法妙言 讲出来好听 使众生欢喜 幽默 讲得人家都开心 赐以苦处之言 赐就是第二 苦就是痛苦 使闻者节俭 就是帮人家把一个一个节打开 所以说法第一 它是寻寻善诱的方法 佛罗那 它是佛弟子当中有名的布教师 布就是布道了 就是我们说法布了 所以这样就是帮助人家讲的那种教师 它为了传播佛法 让众生普瞻法义 它不畏艰辛 甚至不惜神明 东奔西奏 广播法语 所以现在的广播 就是当年的这个广播出来的 广就是道出去讲 播就是传播 使无数众生迷途知返 抛弃人间很多的欲望 出家或者开始学佛修行 当年印度西部有个偏僻的叫苏卢那国 在那个地方人的文化非常的落后 人心非常的暴力 佛法根本没办法传下去 那边的人喜欢打架 争斗了 跟人家打杀呀 难以弘法的地方 一个弗鲁那 这个佛陀的大弟子 为了营救那里的愚丸众生 愚蠢顽固的众生 知难而尽 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 他请示佛陀 准许他到那里去弘法 居菩提尊者对他进行了一番考验 考验就是考试了 知道佛罗那能够为法忘蛆的精神 忘蛆就是忘掉自己的身体的精神 就同意了他的寝室 但是临行之时 佛陀还专门为他送行 就是很不容易的 他能够发这个大愿了 佛罗那居然到了该国 他受了五百个弟子 并建了五百座 成了前南妙语 所以他的部教成功 部教就是部师和教育 他是成功的 所以他成为了佛陀的说法第一的十大弟子之一